现在开始法庭调查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湖南省约翁市司法检查院 领导被告人起诉书 月前公二行诉 2017 7号 被告人彭宇华 男1980年出生 居民身份证号码 汉族高中一业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黄刚齐春县 营业部理财经理 户籍所在地 现居住 2017年3月27日 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刑事拘留 2017年5月3日 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经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批准逮捕 同日由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执行逮捕 被告人李明哲 男1975年出生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码 自述居住 2017年3月19日 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广东省广州市国家安全局监视居住 2017年5月2日 经国家安全部指定管辖 与彭女华案定案侦查 2017年5月11日 被告人李明哲 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经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批准逮捕 自日由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执行逮捕 本案由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侦查终结 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指定管辖 2017年7月2日 以被告人李明哲 彭女华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 本院授与后 已于2017年7月4日 告知两被告人 有权委托辩护人 依法训问了被告人 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 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其间 因案情重大复杂 经批准延长审查起诉期限15日 经依法审查查明 被告人彭女华 长期受境内外意见人员 和反华势力渗透影响 逐渐形成了推翻国家 现行政治制度的思想 2012年以来 彭女华先后创建了 两岸牵手 围观中国 围观华南 等系列QQ群 拉拢被告人李明哲 等数十名境内外 对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 不满的人员 成立了旨在颠覆国家政权 推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组织 梅花公司 制定了组织纲理 确定了组织架构和成员分工 彭女华 李明哲 还分别通过网络平台 和线下聚会活动 组织成员 插手 炒作 近年来国内发生的热点事件 发布诋毁攻击政府部门 和国家制度的言论 通过肆意歪曲事实 利用舆论挑起不明真相的人群 仇视政府等方式 诽谤和攻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 煽动他人 颠覆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 2012年5月 被告人彭女华 创建两岸牵手QQ群 宣扬台湾西方政治体制 并发展组织人员 被告人李明哲 于2012年9月加入该QQ群 2012年11月 彭女华将两岸牵手QQ群 更名为为围观中国 筛选出李明哲等核心骨干成员 并建立围观中国发展核心小组QQ群 彭女华在上述QQ群内 发布严密的群规 规范群成员的行为 上传大量抨击中国社会制度 宣扬西方政治体制的视频 书籍等资料 供群成员下载学习 其间 彭女华要求核心管理人员 进行专题学习 并提交学习心得 李明哲提交的心得报告 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抨击 鼓吹多档轮流执政 彭女华予以转发 二 2022年10月至11月 被告人彭女华 经多次与被告人李明哲等人交流沟通 决定采取公司化运作模式 成立梅花公司组织 并撰写了刚领性文件 梅花公司运作计划书 李明哲针对该计划书提出了修改意见 境外注册NGO 海外媒体联络等方面的建议 梅花公司运作计划书对国内国际形势和互联网力量进行了分析 确立了以建立政党推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为目标 提出了以网络为载体 发展组织成员 以梅花公司为主体 以律师联盟 媒体联盟为辅助 构建全国大区 省市县 五级架构 2017年达到100万人覆盖全国县区的目标 并对组织管理财务管理等做出明确规定 为推进梅花公司运作计划书实施 2012年11月 彭与华在湖南省长沙市制作了围观中国旗帜 开设了用于接收活动经费的银行账户 2012年11月23日至25日 彭与华召集 史绪彭 陈朗 白建强 张战彪 一阳聪 军令案处理等10人 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开会 会上彭与华详细讲解了梅花公司运作计划书 宣布了梅花公司的组织架构和成员分工 由彭与华任执行经理负责统筹全面 李明哲任执行副经理负责教育培训 提出了前期自主 中期整合 后期革新 三个发展阶段和最终实现颠覆国家政权的目标 三 武汉会议后 被告人彭与华 李明哲等人开始着手设立区域分群 扩大组织规模 2012年12月初 彭与华安排成立围观华南QQ群 李明哲先后担任该分群的管理员群组 2013年4月 李明哲负责成立了围观华东QQ群 此后围观西南 围观华北 围观华中等区域分群也相继成立 组织成员达2000余人 为强化对群成员 特别是核心骨干成员的管理和教育培训 彭与华通过QQ群共享文件 公共邮箱 网盘等建立培训平台 上传宣扬西方颜色革命 诽谤和抨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文章 书籍视频等 供组织成员下载学习 李明哲多次通过互联网 主持围观华南QQ群核心成员会议 讨论群管理群内活动等事项 并在围观中国以及围观华南等多个QQ群中 举办公民学堂 撰写文章肆意攻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 灌输如何从单一事件的维权 提升到推翻现行国家政治制度的理念 4.2012年6月以来 被告人彭宇华李明哲利用围观中国 围观华南等QQ群 有针对性的设定围观主题 多次组织群成员对广东开平征税事件 等热点敏感事件进行炒作 通过肆意歪曲事实 诽谤和攻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 5.2012年至2016年 被告人李明哲通过QQ空间 脸书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 大规模散播诽谤 抨击中国政府和国家社会制度的图片和文章 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 其中使用QQ空间发布300余篇原创和转载图文 被浏览5万余次 转载2000余次 评论400余次 使用脸书发布40余篇贴文 使用微信在境外资讯交流群 境外资讯讨论群 海岛风云 公益义工群 群英会等微信群 发表大量文字语音 6.2012年8月至2016年初 被告人李明哲在广东省福建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 多次组织参与围观华南QQ群成员 及其他同城人员聚会活动 其间大肆发表抨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抹黑政府形象的言论 2015年6-7月间 李明哲在马苏令等人 与其通过网络讨论 以暴力方法颠覆国家政权的过程中 明确表示 我从来不觉得要排斥暴力革命 暴动 迟早地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 一 手机 电脑 旗帜等物证 及其照片 二 梅花公司运作计划书 户籍资料 出境记录等书证 三 证人史去彭 杨聪等人的证言 四 被告人彭与华 李明哲的共述与辩解 五 司法鉴定一件书 六 远程勘验笔录 辩认笔录 七 武汉会议录像 聊天记录等 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 本月认为 被告人彭与华 李明哲 共同组织策划 实施颠覆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05条第一款 两被告人均系首要分子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共同犯罪中 两被告人均其主要作用 细主犯 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5条第一款 第26条第14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172条之规定 提起公诉 请依法判处 检察员黄祥 元帅代理检察员 钟志涵 承办长起诉书宣读完毕 被告人李明泽 退庭 司法警察 将李明泽代替法庭 开心